有的人为人妻了为人母了 但是不论是从身材还是相貌上 完全看不出是当妈的人了 没错 就是保养的都跟小姑娘一样 这样的人咱们管她叫辣妈 不过现在辣妈已经不算什么了 据说做妈妈的妈妈都要很辣 她是谁呢 就是朱玲玲 来看一下 刚刚容身为最美丽祖母的朱玲玲 以一席粉红色连衣去亮相 看着这曼妙的身材 美眼动人的外表 一点都不输给旁边的年轻亮女们 再加上刚刚抱得大胖孙子的这份好心情 真是羡傻旁人啊 不过说起朱玲玲宝金孙咱们都不提一句 自从公开了小家伙的手照 咱们还一直没机会一睹小金刚的庐山珍念慕呢 不知道这位公子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呢 我要看我觉得他像妈咪 是很像妈咪的 我就见不到哪个派是像我的儿子 可能身材会更年轻一点 可能是那样东西 初次当祖母朱玲玲对孙子是爱不释手 每次去探望都会为孙子拍照 要知道孩子可是一天一个样的 是刚才说你每天都要帮孙子拍照 很欲识离开一步都不知道 而初为人父的儿子霍几刚也被朱玲玲搭赞是个称职爸爸 都快的 他第一次所以就有都不出奇 不过他都很快走 学得做爸爸都挺快 除了新爸爸任务中 新妈妈郭晶晶不但要学习照顾孩子还在加紧瘦身 朱玲玲透露笑个不错 看来用了多久就能恢复到喇妈行列了 一个金刚宝宝的相声就已经让满世界为之沸腾了 不知道朱玲玲有没有给霍启刚 郭晶晶实在注意生压力呢 你觉得你快点再删得好吗 你问他们吧 传媒是这样写啊 有些甚至说要删三个 传媒写的嘛 传媒写的嘛 你想呢 我没所谓的 我知道做爸爸妈妈很不简单 所以都 看看他们能否应付得来 一个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了 听到新内地最美中午乐开花报道